他把龙虾尾巴剪出了一个V字形 准备整一个谁都没见过的花火 那就是以此为记号 把龙虾暂时放回海里 挑战一个月后把他再次捕回来 只因这只蓝龙正处在繁殖期并不适合捕捞 本着人道同意 他决定等他把虾卵敷完再会 就这样 一个月后他乘着游艇回到放走蓝龙的水域 开始往下放一笼 试图把他捞上来 看得我不禁纳闷 大海捞针也就算了 居然还敢客州求见 万一这家伙游到别处 或者已经被人捕上来了呢 可老哥只是微微一笑 说凡人的世界可真无聊 等放完鱼龙他也不着急往上收 而是让鱼龙自己先沉淀一晚上 第二天才是他收取的时候 老哥第一把先收上了三个笼子 看样子里面已经捕获了一些大龙虾了 那么其中到底有没有他要找的那只呢 说着老哥就从笼子里薅出一只 这只都不用对尾巴上的记号 看体色就知道不是了 不过这个大小倒是很可观 于是老哥掏出尺子测了一下 发现他正好符合捕捞标准 鸭子到嘴没有不吃的道理 直接被老哥笑纳了 可这一龙接下来的几只 无论是大小还是贫香 都远远不如这只 更不是他要找的极品大拦笼 于是老哥又失望地翻起了第二个鱼龙 这回从里面掏出的是只小螃蟹 体型太小没意思 被他随手就撇进海里 下一回掏出的倒是只货真价实的拦笼 但还是太小 所以只需要一眼就能排除 见第二个笼子只有这两个收获 老哥又继续开第三个鱼龙 这回抓出的也是一只大拦笼 看样子跟那只做标记得很像 于是老哥举起来好好查看了一旦 却失望地发现他的尾巴上并没有标记 只好再次掏出尺子看能不能抓回家坑了 结果发现这家伙太大了根本抓不了 只能含泪给放了 到现在为止 第一锅收上来的笼子全球 不过要大海捞针就要有充足的耐心 说着他又捞上来几个笼子 这回的收获倒是丰富了很多 打眼一看就有只巨大的八爪鱼粘在上面 不过老哥也没耐心多管这些玩意儿了 瞟一眼扔一个人 完全不多废话 直到再次连着抓到两只大拦笼 他才稍微欣慰一点 虽然同样不是那只 但碰到极品好货 老哥也是来者不拒 而下一个笼子打开也是实打实惊到了他 里面居然还躲着一只罕见的猫杀 还附带了一只瑟瑟发抖的八爪鱼 给老哥整得哭笑不得 虽然收获破风 但他并没有放弃寻找那只拦笼 而当他打开最后一个笼子时 里面赫然躺着三只大拦笼 那么里面到底会不会有他要找的那一只呢 第一只不管大小还是体貌都不符合 老哥看了一眼就知道不是 而第二只的尾巴上也没有非子缺口 也放回海里了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只 而老哥一掏出来就有种熟悉的感觉 看这大小再看这颜色 就是心动的感觉 最后往尾巴上一看直接就确认了眼神 这只果然就是一个月前的那只大拦笼 这家伙有生之年能体验一回 被一个男人追到天涯海角的感觉 也算是值了 而紧接着男人又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他居然再次将他的尾巴飙上了几号 没开二度扔回海里 看看一个月后能否再次相遇 看到这我和蓝龙只有一个字 六 相比这老哥吃饱了撑的 这个渔民可就务实多了 一看他刚拉起渔网 就发现一只巨大的沼泽蓝虾粘在上面 两根大钳子像电线一样刮在渔网上 老哥好不容易才解下来 谁知大蓝虾一个勾腿 直接就夹上他的胳膊 可渔民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一咬牙竟是硬拔了下来 直接就丢进水舱 一串动作一气合成 这里位于四季如下的斯里兰卡河 优越的自然环境是这里的渔业异常发达 任何时候都是捕猎的好时机 说着渔民又捞起了下一网 而这把重的却不是大价 而是一条中等大小的草鱼 虽然不值什么钱 但这种鱼肉嫩刺少 今天的晚饭倒是有着落了 而且你看这虽然只是条河流 资源却一点不输大海 不一会儿的功夫 又被他从水草附近 薅出一条肥美的大价 看着跟老哥的手臂差不多长 作为半个外来入侵物种 沼泽蓝虾的出现 并没怎么给当地人带来危机感 原因没别的 都怪他太好吃了 这家伙肉质紧实爽滑 弹性十足 眼距一下最是美味 价格更是不费 一斤就能值500克 即便是在斯里兰卡河 也是不可多得的收获 他必须趁着这样的好鱼情捞笔大的 说着渔民就继续收束陷阱 你看 眨眼的功夫 又有一只大虾前扒上了鱼网 看得出来这家伙逃命的决心有多大了 钱子都给孩子几匹差了 只不过现在说啥都晚了 这种专门碾下的鱼网 只要中招就不可能挣脱 五秒后 他就被老哥一把薅了过来 好家伙 这么轻而易举 就接连斩获三只极品大栏下 就问你羡不羡慕 而今天的鱼情还会节节攀升 往下看 说着老哥又变戏法式的 从鱼网中扒了出一只蓝蝦 这只虽然稍小点 但味道却不打折后 将它清理下来后 老哥又划着小船继续做形 我的天 今天是捅了沼泽蓝蝦的窝了吗 你看一转头 又有一只大蓝蝦中了招 而老哥徒手就捏住了他的蝦前 一把扔进矿里 多年的捕鱼生涯 早就让他的心底鲨鱼的刀还冰冷了 凑近看这种蓝蝦的颜色相当饱满 说明他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又被他补到了五六只 其中还夹杂着一些雾露的大鱼 虽然这种鱼远远没有沼泽蓝蝦之前 但是好在鱼身华丽 解下年网的过程 不需要像解下一样麻烦 一个小时后 随着鱼网渐渐收完 今天的收割也告一段落 演书收剩时简直下一段 光是瞎钱都够我买一圈 网框里一扔更是迎来了大宝仓 现在他就要趁新鲜 赶紧拉到海鲜市场上去卖了 猜猜这些能卖多少钱 评论区告诉我 关注我 每天待你发现一片新大路